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中式雾日久的桥下的柳川,昨天晚上有民众发现出现大批鱼尸,民众怀疑又是上游工厂排放毒水造成,是议员吴琼华服务处今天上午接获民众陈琴前往了解,果然发生大量鱼的尸体。 吴琼华表示,柳川每隔一阵子就遭人排放废水,造成川上大量死鱼,要求环保局加强鸡查。 环保局表示,环保局于12日下午获报,临近南区与乌日区交界处的柳川河段上出现死鱼,该局立即派员到现场鸡查,并立即采集水质初步检验,结果未检出氢化物及重金属,但容氧量较低。 以该局以现场采水样及鱼体进一步送宴,以厘清鱼群死亡原因。 有民众在昨天晚上在乌日柳川九德桥附近闻到臭味,前往了解发现川面上浮处大量死鱼,像是一员吴琼华服务处通报。 服务处人员日今日上午前往了解,发现川上已有上千条鱼狮在福在省,还整条柳川下游直到屋日大桥都有死鱼的踪击。 由于现场味道相当臭,而且天气相当炎热,服务处请环保局清洁人员及环保局委外清洁公司进行打捞,避免臭味再扩散。 吴琼华表示,过去柳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大量鱼群死亡的情形,台中市已很久没有下雨,因此已很久未发生大量鱼群死亡的现象,可能是昨天近中午时有下一场短暂的大雨,上游的地下。 工厂便趁机排放废水,造成柳川又发生大量鱼群死亡的情形发生。 吴琼华希望怀宝局能加强取缔,不要每隔一阵子就发生一次,让住在柳川下游的乌日人饱受痛苦。